今天就是五一勞動節 也是報稅季開跑的第一天 公家單位沒有放假 也因此一早很多的民眾 就趕緊的前來報稅 工作人員一個接一個叫號 五月報稅季登場 儘管今年同樣有手機和網路報稅 但台北國稅局 還是湧入大批民眾實體報稅 還有民眾說等得有點久 實體報稅怕人擠人 但其實國稅局也有推報稅預約服務 可用電話或網路預約節省等候時間 而今年報稅有八大利多 基本生活費免稅額 標準扣除額等都調高 有機會少繳一點稅 舉例來說 基本生活費相較2021年 每人提升4000元 變成19.6萬 以四口之家 是用5%稅率換算 最多省稅800元 免繳稅門檻也一次看 單身族年收入低於42.3萬免稅 雙薪頂克族 年收入84.6萬以下面稅 雙薪育有一子女 或是撫養未滿70歲的長輩 年收低於93.8萬免稅 當然沒有很大的感覺 因為畢竟這是台北市 增收多了 然後你要再退稅 還稅漁民 對 那整個流程真的很繁蜀 不過今年報稅倒是方便很多 手機報稅3.0 新增現金繳稅 3萬以下可到超商繳稅 還有延分期繳稅申請等 透過手機的照相以後上傳 或者是掃描成PDF檔 讓民眾可以得到一個 更便利的一個方式 想早點拿到退稅 今年也分三個階段 其中網路申報最快領 會在112年7月底撥付款項 也能辦理直撥退稅 讓款項直接入帳 民眾免出門一趟也比較省時 特別新聞 余翔將會先 台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據我 市民遠足 主要 施工 然後 市民 報道 徐